欣賞所有的朋友還有所有媒體大哥 大家好,我是小樂吳思賢 耶,請掌聲鼓勵一下 很開心今天可以來到就是Edwin這個report 那其實我和小樂很早之前就認識我 先講他是一個非常有自律的藝人 要先稱讚他一下,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有秀名就是在超市,我遇到他 然後就發現說,他家離我家很近 然後我就說,因為那時候已經在12點後 我就說,小樂你在幹嘛? 我就看到他拿了一袋檸檬 我說你剛剛去哪裡? 他說我剛剛去運動啊 然後他說,那你為什麼要買檸檬? 他說因為我買檸檬,就是我去運動的時候 喝檸檬水可以幫助我的脂肪的耐性 讓身體更好 然後一停完之後,我就覺得我很羞愧 因為我轉頭一看到我推車 滿籃子的肉啊,餅乾啊,零食啊 我就心想說天啊,小樂這是一個很努力的藝人 好的,那其實大家知道說,小樂呢 他除了很會演性,會唱歌之外呢 你的穿搭也讓人家非常的經驗 嗯,自己因為,其實應該 對,主要是因為自己對這方面很有興趣 嗯,對,像,嗯,不管是比較street的style 或是比較,聽人說high-end fashion 就是,我自己其實是滿關注這些東西 那像,我也會常常都會在網路上去看各種brand的 fashion show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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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像你譬如說,你丹尼的穿搭應該是你最喜歡的穿搭 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你通常的穿搭會怎麼搭配 以及你如何照顧這些丹尼的單品 因為我覺得現在這個世代是,就是街頭 street style 跟 fashion 已經不是在兩個世界的東西了 我覺得現在是兩個是 combined 在一起 嗯,對,所以我覺得尤其是 denim是一個,呃,在 fashion 上面也許有很多東西是會過時的 就是可能這一季,這個 season 流行,但下一季就不流行 各種顏色都有可能 嗯,可是我覺得 denim不一樣 Denim 是一個永遠不會流行的東西 百年不敗款 對,那當然,Denim 上面你又有很多選擇 呃,你有很淺的藍色,或是像我身上這種原色 對,然後版型也是,呃,大家在牛仔褲選擇上面 有些可能穿fit的你也ok 嗯,可是像我今天這種,呃,比較立體剪裁的 嗯,然後今天你要穿你也可以摺起來,你也可以放著 嗯,然後搭配各種鞋子 所以我覺得Denim肯定是大家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東西 嗯,對,像我自己是有非常非常多條牛仔褲 嗯,對 就比較好搭配,不管是淺色啊,深色 它其實都是可以融入於生活當中 不管你要穿得很修鞋,或穿得很時尚 其實Denim都是一個百年不敗的單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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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其實Denim的話說,比如說大學生啊,高中生 都非常喜歡小樂的穿搭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大家想跟你穿著一樣 那你會怎麼去挑選這些單人的單品 我覺得還是看自己的身型比較重要 嗯,對,我覺得適合的版型 對,是我自己比較首要的要件 嗯,對,像我身上這個當然是我其中一個 我自己很喜歡的,像褲子 我,呃,這一年比較常穿的,比較 我比較少穿很fit 嗯,對,那我比較常穿這種有立體點材 不管是稍微自衝一點 嗯,然後把它反折都鋪一點到襪 對,那因為反折之後我在 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注重細節的人 比如說在襪子跟鞋子的上面 我又可以有更多的達體 嗯,又有一些小小絲 然後一些小花樣,然後跳出你自己的感覺 對,那我自己在選擇上面 那像可能譬如說我自己去電玩裝選擇這一整套 然後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它 呃,材質的關係 它是很有彈性的 對 對,那我自己是很注重這種舒適感 嗯,對 那我覺得 這個可能要大家到時候也蠻推薦給大家 親自去感受一下 對,可以親自來試穿一下 Ellen他們這幾款 呃,布料 我自己是很喜歡 那因為我又常常很跳舞 對,所以我是很注重這種舒適感 沒錯,其實像我記得 我也是很喜歡丹寧的男品 但其實我覺得 像你穿牛仔褲最怕一件是什麼 你穿起來很好看 那你行動上你就會蹲不下來 就會覺得不舒服 這樣就失了牛仔褲原本了 對,因為原本 當然我覺得大部分在大部分 別人的印象當中 牛仔褲應該是比較休息一點 對,所以 我覺得肯定要穿得舒服 對 但現在已經變成一種時尚的代表 沒錯 而且其實我們的女生 更注重牛仔褲的部分 因為我們會說 這牛仔褲穿起來激瘦 就穿起來很瘦很好看 顯瘦的 對,所以我們就會開始 譬如說挑選 譬如說剪裁比較好 比較舒適的 那我也介紹一下 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歡穿寬褲的 對,因為我覺得 像比較日系女生穿寬褲 不管你在動 我覺得寬褲比例子好的 對,大家如果想 而且其實近幾年應該算是 真的蠻流行的這種版權 其實是男女都是 對 我想問一下 像如果你今天 應該是 為所有粉絲問 就是如果今天你看到女生 她身上必須要搭配一個 擔任的包裝 你覺得哪樣的款式最好看 例如說可能是褲子 或是裙子 或是牛仔外套 是你覺得女生搭在身上超有名 我自己還是應該會選 如果真的一定要選 對,然後適合自己身型的版型 我覺得 我覺得適合的版型 其實就是 意思就是 可以把你的魅力表現出來的意思 對 身型好聞 然後你就更加有自信 更能展現出你自己的魅力 對,我覺得這樣是會更吸引人 好的 那大家其實呢 可以分享一下你最近的最新動態嗎 因為我前半年其實主要在 準備新專輯 對,那因為其實時隔差不多三年了 對 所以這次花了很多時間 那因為 從零開始到製作整張 都算是自己去執行 所以這次真的花了很多時間 就是因為我們自己 從過程中需要學習很多東西 對 那 也在昨天也有拍拍的信息 對,所以變成下半年應該是兩個病行 因為專輯應該有預計 十月底左右會發生 十月底會發生 對 所以 應該 這陣子的時間上可能會很緊 對 但是 我相信這次 會讓大家看到不一樣的我 對 然後我 我很有信心 我 也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覺得大家會喜歡 一定會的 好的 很開心 有榮幸 要到我們的小樂 那我們呢 有準備了一個小禮物 要送給你 那歡迎我們的獅子 我們今天 好的 有嗎? 左邊 大家有拍到照嗎? 沒有拍到照 我就會請舉手一下喔 好 我們中間 好的 有拍到照 對於我們拍到照 好